都会加进大蒜切片或大蒜末来提味 不过像这样用菜刀切很费时间 而且大蒜味还会真的到处都是 最后的清洗也很麻烦 基本现在有一种专门切大蒜的工具 只要把剥皮后的大蒜整颗丢进去 然后像这样重复的前后滚动大约十次 整颗大蒜就会被切成像这样的碎末 超级的简单 这个切大蒜的商品里面有四根刀片 利用滚轮带动刀片转动 三两下就能把大蒜切碎 而且味道不单手 超受日本家庭主族的喜爱 日本人爱吃辣豆 而且辣豆是越搅拌越好吃 只不过用柯粒酸炒饭的老饭天 等到可以吃的时候手揉砖了 日本现在有一种专门用来搅拌辣豆的工具 那么有许多小颗粒状的凸体 可以增加摩擦力 让辣豆快速的呈现粘稠的状态 而且前端的汤匙也能够在捞起辣豆的时候 顺便剪掉凡人的辣豆丝 真的超级好用 有一些家庭主婦在做菜的途中 掀起来的锅盖会不晓得该摆在哪里 一不小心就会烫到手 日本现在有一种专门拿来放锅盖的工具 锅盖掀起来后像这样斜着放在上头 手也比较不会直接接触到高温的部分 它是用一种柔软的塑胶材质做成的 也有防滑的效果 最特别的是里面还装有磁铁 不用直接连在冰箱门上 虽然是小小的发明 不过也能让厕房的工作变得更轻松容易